连佛陀都做不到的四件事情 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佛子问佛陀 灵际神通又慈悲,为何还有人受苦? 佛陀答曰 我虽有宇宙最大的神通力 但依然有四件事情是做不到的 第一,因果不可改 自因自果,别人是代替不了的 第二,智慧不可思 任何人要开智慧,离不开自身的磨练 第三,真法不可说 宇宙真相,用语言讲不明白,只能靠实证 第四,无缘不能度 无缘之人,他是听不尽你的话的 天语虽大,不论无根之草 佛法无边,难度无缘之人 佛有三能三不能 何谓三能呢? 就是 佛能空一切像成万法制的意思是说 佛可以洞察看破一切虚幻事物的本质 成就所有法力法界的智慧 但不能除去众生既定的业报 据大致度论记载 即使是佛陀自己 由于过去是所造之业障 成到后,仍要受木枪、麦玛等九种定业果报 佛虽具有无量智慧 但不能令众生迅速成佛 因为成佛者是要断除烦恼、消除业力 而众生业力是无始以来 叹嗔痴、无名、烦恼、所知 佛虽具有无眼六通、无边、神通力 但不能替众生消除业力 违背因果规律 佛所说一切法 无非是因果理论 因果理论是佛法的根本 明因果者物佛法 不明因果者谜佛法 所谓因果者即是自作自受 自己生死、自己了 自己吃饭、自己饱 因此 佛虽具有无上智慧、无量神通力 但不能令众生迅速成佛 佛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是我们努力达到的目标 不是具体的人 佛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 所以俗话说 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 太驱在诗说 养子为佛陀 完成在人格 人臣及佛臣 世民真佛教 第二 佛能知群有性 穷易结识而不能化倒无缘 不能度无缘者的意思是 佛可以窒息任何生命的感觉与存在 通晓各为空间、任何大小事 佛能化倒一切众生 但无法度无缘之人也 度无缘之人犹如润无根之草 是徒劳无功也是不起作用的 三 佛能度无量有情而不能进生界 不能进生界的意思是 为佛能度世间一切众生 而不能令众生界敬也 尽管佛陀有众生无边世愿度的誓言 但是 总有不幸之人存在 佛陀拿他也没办法 因此 佛度有缘之人 与佛无缘 佛要度你都没有办法 所以佛有三不度 无缘者不度 无信者不度 无愿者不度 不是先佛不慈悲 而是你无法度 先佛没有办法度你 讲到魔愿 这是修行上最难降服的障碍 受佛法的影响 中国也有句老话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好像魔的力量比佛大 基督教也是如此 认为上帝万能 但是也没有办法降服魔鬼 佛与魔是平等的 佛的神通有多大 魔的魔力也有多大 这个道理要参透 换句话说 诸佛菩萨的智慧神通 无量无边 一切众生的业力烦恼 也同样的无量无边 这两个是相等的 我们不要以为佛的威力大 其实众生的业力也很大 如果众生的业力不大 我们这社会哪来那么多烦恼呢 所以都在魔愿中 众生最大的魔就是生死魔 魔的种类就不再重复了 魔就是业力造的 魔的力量消去了 就是你菩提道成功了 没有魔愿了 修行自然就到家了 你修行何以不到家 因为处处有魔愿障碍 你刚刚进一步障碍就来了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财亲进了几天 别的烦恼就来了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你进步一尺魔愿进步十尺 但是告诉你 真修菩萨道不怕魔愿 还希望有魔愿呢 所谓欲坚道力 贫魔力 这个坚就是忍辱 坚忍 你每打赢一次 你的功夫就越进一步 如果被魔 魔考 魔垮垮了 你就下去了 悦盖王子发的愿 就是修行人应该走的路子 不怕魔愿 不怕磨难 努力向前 佛的全知全能 并不是等于万能 因为对众生而言 佛不能改变众生的业力 只能够教化众生 自己努力来改变他们的命运 但也需要看众生本身的条件 这在佛经中也有比喻 佛的慈悲如 日光普照大地 不论众生的根基大小高低 它是普遍公平的照耀 但众生所得的利益 却千差万别 例如 与生俱来的盲人 虽然得到阳光照射 但从未见过阳光是什么 众生生于地下的昆虫 和阴暗处的微生物 虽然也能直接或间接受到阳光的利益 但他们也不能体会到阳光为何物 又如释迦世尊在世的时候 在其游行的话区 上有好多人不知佛为何许人业 三世诸佛在印第行菩萨道之时 都发愿度托一切众生 但诸佛都已经成佛了 还有无量的众生未闻佛法 所以佛不是全能万能 当佛注释期间也说过 无法度无缘的人 无法转众生的定业 所以在佛陀的祖国 遭到邻国流离王灭族的大屠杀时 佛陀也无法用神通加以救济 但是佛能够以佛法开导众生 使众生自己来修缮 积福 消灾 免难 因此说佛度众生 实际上是众生自度 否则就违背自然的律则 和因果的持续 以佛的权制来讲 他知道实法界一切众生的 三世因果及因缘的关系 因为佛不像众生有 时间的长短和空间的广辖 他在任何一个时间空间的点上 都知道全体的一切 因为他的任何一个点 对众生而言 即是全体的时空 众生通过记忆而知道过去 神通乃凭感应而知道过去和未来 佛以全体的实证而知道一切 佛所见的空间和时间 是全面的 整体的 没有距离 远近和体积大小的 所以 佛说任意众生的过去和未来 佛都知道 但是 虽以无量 无数恒河 杀劫也说不能尽 所以 除了少数的例子 在佛经里头 并为逐一加以追溯 佛不多说过去和未来的事 只要掌握当下的一念 实际上就是涵盖着 从众生到成佛为止的历程 以及他活动空间的全部 因此 他以心理为理体 掌握理体原则 开发新的智慧 就能达到全知的目的 虽然全知 但不必说是万能 因为佛的境界 是不可思不可以 无法用心意去思考 无法用语言去议论 佛不是万能 直到以后 让人树然一惊 似乎有点失望 其实 万能是不存在的 一切的万能 都只可能存在于界中 在每个当下 回归善恋的起点 回归身心一如 时刻准备着承受 应该承受的一切 时刻警惕着 不照二的夜报 不照应该承受